来,我们现在来看纪宁谈管理这本书 纪宁对于好人才 那好人才总是会慢慢升上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主管 那到底什么样才叫做好人才 以后我可以让他来当主管 好,我们从哪些小动作来看呢 我们先让Hangel来谈谈好了 纪宁的想法、看法到底是什么 纪宁的想法 他讲到一点最有趣一点的是 办公桌杂乱无章的企业主管 是他认为的好人才的特质 其中一项特质 办公桌要杂乱无章 说得太干净 纪宁就不会觉得你是好主管 那怎么说呢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他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桌面 如果是很干净清洁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这个人啊,他可能是不是一个实际线上在操作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很高阶很高阶的,比如说董事长 他可能需要资料秘书就调出来给他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想的东西可能是未来的东西 所以他看的不是眼前 他看的可能是未来 所以他的办公桌很干净 那一个就是实际线上的一个主管呢 他实际上他很优秀 但是他会不会只有负责一个专案 他身上可能有23456个专案在同时负责 所以呢 他会最了解状况 那他的资料呢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老板叫过去说 什么东西什么状况是什么东西 那他为了要随时去干老板报告说他有数据 所以他的桌上有点是乱的 但那是乱中有序啦 这里说的杂乱也就是真的乱 他乱中有序 他知道他哪个知道在哪 他也很快随时就从他的桌面上拿的那个资料 就可以去跟冲过去跟老板报告 然后讲解说 现在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他觉得啊 嗯 一个好的领导者 其实是必须是要能掌握实际状况的人 才会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所以如果说这个员工他在执行他工作的过程中呢 他的桌子杂乱没有关系 因为他有可能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我们就可以把他拉起来让他当主管 但是这里就会产生一个 嗯 跟我们一般印象不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桌子杂乱无章 一般我们感觉是啊 你是不是懒得整理啊 好 然后觉得说 你是不是没有系统 你的思考是不是混乱 不然你桌子怎么会乱成这样 你没有办法归档欸 你是不是没有整理资料的能力 可是静宁他不是这么看的 我想这也是静宁他在管理上 跟一般的理论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看 如果我今天变成是一个主管 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公司 给我的目标 我绩效都能做得非常好 甚至我还可以超越我的目标 超高的绩效 那这样子的员工呢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才能够觉得他是一个 可以拉起来 当领导者的一个人才 我们下一段就来讨论看这个部分 我们下一段就来讨论看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你这么快自己绝对 所以他们已经想到 很快就能够讨论看这个部分 我最后一个没想到